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unny 今天沐浴更衣 郑重其事的做到电脑前 打开复途正确软件 准备交易美股的时候 突然发现,今天又是马丁路德纪念日了 休息一天 这样的话,这个星期只有四个交易日 上次一周四个交易日之前 我用了个标题 叫做本周最多跌四天 结果还真的跌了四天 当时各路股神又哭了 要求阳光财经不能再使用类似的标题了 真是妖言祸众啊 所以今天他又来了 这周美股只有交易四天 最多四天 反正星期一没开盘 大家当做娱乐吧 不要什么事都那么严肃哦 一月以后就进入财报季 对市场有影响力的大公司公布财报 业绩增长超预期 是财报季股价的支持动力 从财报当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行业的表现 比如航空行业 到底最近怎么样了 通过财报可以略知一二 本周公布财报比较有参考价值的 有ASML 阿斯麦 NFLX 奈飞 还有AAL 美国航空等 先来说阿斯麦吧 ASML 这是一家去年走势非常好的半导体巨头 是全球唯一的极紫外光刻机制造商 占有光刻机市场绝大部分市场份额 这是一家目前找不到什么竞争对手的企业 是芯片行业金字塔的顶端 股票是没的说去年涨的很好 公司还是厉害的那个公司 今年进入调整主要是因为去年涨多了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连续很多年涨很多的股票 凤毛麟角 连续爆发的基金金利也是极少的 2020年木头姐红的发紫 2021年就不行了 这都是市场波动而已 只要公司仍然是优秀 我觉得逢低买进还是个好策略 阿斯麦财报将于1月19日公布 预计季度每股收益4.39 同比增长11.9% 股价落到年限附近会有反弹的动能 奈飞NFLX将于20日盘后公布财报 奈飞又涨价了 涨价的频率不低啊 一直在涨价 奈飞的收入很简单 订阅费乘语会员人数 北美订阅人数碰到增长平静了 只好涨价来创收 奈飞在鱿鱼游戏第一季之后 股价非常受带动 一路上涨 鱿鱼的热度一过去呢 股价居然回到原位了 鱿鱼之后 奈飞推出了以武之名 宁静海等等这些韩剧 评价和热度都不错 推荐大家可以观看 财报收益预计会有31.1%的一个下降 预期是比较悲观的 奈飞这两年有特别的情况 疫情让它的订阅数突飞猛进 透支了用户数的增长之后 就陷入了停滞 所以它的业绩起伏比较大 关键还要看星期四公布的订阅增长数据和未来的指引 从奈飞的片源来看 用户粘性很强 涨价也能够接受 涨价的同时 订阅数增长 那么业绩还是向好 不过从K线走势来看 感觉个股机会不大 美国航空将于1月20日公布财报 提它呢 主要是因为航空业是重灾区 这么一个行业 最近业绩表现如何 是挺让人好奇的 倒不是因为这个股票有什么吸引人之处啊 预测值 美国航空季度营收90亿 美股收益亏损1.45美元 疫情这么久还没有完 确实是很超预期了 去年在博弈迪士尼的看涨期权的时候 我猜疫情总会结束 迪士尼总是会上涨的 结果现在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哎 反正都豁出去了 这两天去滑雪了 看到多伦多北部的滑雪场 人满为患 除了立个牌子强制大家戴口罩 除此以外 你甚至不会觉得是有疫情的存在 美国航空和其他航空公司 没有什么可抄底的 时间成本太高 不确定性又太大了 今天没有开盘 消息不多 值得一提的是 沃尔玛布局元宇宙 并声称要发行自己的NFT 以及数字货币 这条消息我们来解读解读吧 NFT是什么呢 NFT是英语 Num fundable token的一个缩写 表示非同质化代币 这与比特币等标准的数字货币相区别 NFT是一种存储在区块链上面的数据单位 它可以代表艺术品是你独一无二拥有的 我们知道互联网上面的一张图片 你下载我下载谁都可以拥有 比如我们的微信朋友圈的头像 我就随便搞了一个阳光OK头像 上传就当做是了 这个就是我的了 一分钱都不用花 晚上的骗子倒用我的头像 也是零成本啊 但是币圈的大佬就不一样了 这边有个币圈的大佬叫孙宇晨 也就是当年花了457万美元 拍下巴菲特共进午餐的那个年轻人 他花了1000万买了个NFT的数字头像 作为自己的微信头像 然后就这个啊 你觉得是不是有点扯啊 在NFT交易平台呢 艺术家可以出售代表自己作品的非同质化代币 但是著作权仍然是归属于艺术家自己的 这个孙宇晨曾经说过 未来50%的艺术作品会NFT化 当时孙宇晨花1050万美元啊 是用波长币支付的 而这个币呢 就是他自己印的 印完之后就拿去买一个别人印的另外一种代币 同时达到了宣传自己的币和NFT的一个效果 如果一个东西的价值没有达到天价 而有人用天价买下来 他无非有几个动机 一是高价买下来 会以更高的价卖出去 找个更傻的傻子来接盘 那就赚得差价了 二是自己炒作自己 币圈有不少天价拍卖 我感觉就是这些大佬想炒作自己的平台 以达到吸引大家去认识 传播交易他的平台上的NFT产品的一个目的 第三个动机吧 就是洗钱 黑钱通过买入再卖出NFT代币来达到洗钱的效果 因为这玩意儿通常流动性没有那么好 挂在平台上要相当长的时间才有成交 所以黑钱就可以自己定个高价 自己买下来 其实现实生活中啊 通过拍卖艺术品来洗钱的 也是金融机构反洗钱培训的基础知识之一 现在有NFT犯罪分子甚至不需要再去拍卖行了 他就可以在网上用几个代币来进行洗钱就可以了 沃尔玛要入局元宇宙和NFT 注册了几个商标 要制造和销售虚拟商品 并表示要向用户提供虚拟货币和NFT 沃尔玛美国门店据说还可以通过Coinstar机器购买比特币 去年12月初 沃尔玛所席财务官表示 以后可能会支持客户用加密货币来支付货款 沃尔玛一家零售超市在电子商务上也相当重视 沃尔玛电商网站购物在疫情期间也日益受到欢迎 这也就不难理解 在越来越多巨头进军元宇宙的现在 沃尔玛也将此事提上日程了 因为元宇宙极加密货币 在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的机遇 就像电子商务曾经造就了一批巨头 虚拟世界也有可能在将来出现很多巨头 实际上币安已经是币圈的巨头了 它的实际控制人赵长鹏是全球排名第11的富豪 这应该就是玩虚拟货币玩出首富的人了 当我们都很反感 觉得加密货币就是荷兰玉京香的时候呢 有人已经在发大财了 越来越多的巨头涉及元宇宙和加密货币 甚至Facebook直接改名叫Matter 转型搞元宇宙 美股变革很快啊 三四十年前石油股占据标普权重股榜单 一二十年前变成科技股独立风骚 科技最大的挑战就是变革很快 不断的在创新 不创新就很容易掉下来 所以沃尔玛入局元宇宙和NFT 短期内可以刺激一下股价 长期来看这么传统的一家企业 稳才是它的优势啊 如果要买沃尔玛的股票 那不是因为它要搞什么NFT 而是沃尔玛将是受益于通胀的零售行业 并且在零售行业具有强大的护城河 是值得长期投资的一个公司 最后我们说一下 这周到底是涨四天还是跌四天 这种标题纯属算命 算命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有时准有时不准啊 说个话模棱两可 事后一看全是对的 事前却是云里雾里 怎么猜都有道理的 我这个频道是讲股市资讯为主的 预测大盘和个股 这种算命的事啊 就纯属于乐吧 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上面的滩家 火山爆发了 据说火山灰将影响到全球的日照 洋流 水体污染 气候改变 粮食减产 这对经济的影响是偏悲观的 会不会导致通胀 雪上加霜 也要看后续的评估了 美股不太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如果要跌的话 空头可能会借题发挥 农产品期货可能会大涨特涨 要我看这周会浪四天 怎么个浪法呢 波浪的浪 纳斯达克指数正在骑行整理的下轨 下方支撑位是14500点左右 如果要跌 下方也就300多点的空间 如果要涨 上方有好几条均线压制 也没有那么容易上涨 这周可能四个交易日震荡为主了 下跌概率大一些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